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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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妳的樂觀是我們要學習的啊 妳最近做復健還有哪裡比較不舒服嗎 一場車禍 基督徒黃亮發 因此和慈濟結緣 看我去年了啊 去年 去年 對 97年開始點老的 97年了 我都忘記 97年了 她是在醫院 8月22 8月22 我們什麼時候來 我們什麼時候來 那是9月2 9月中旬 每次看到白桂梅仿飾團隊來到家裡 幽默的黃亮發總和師姐有說有笑 一群人最喜歡到社區中庭 散步 閒聊 做福建 那我帶你去山峰 要用其他路人嗎 拿花山峰 可以用走得下去嗎 那麼陡 要不然妳拍我 換人腳 不要啦 你的腳很舒服 對 你不要這樣會滑黃 我幫你滑黃 我幫你滑黃 你滑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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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應該沒有辦法那麼快 馬出行去 應該是要躺三年 我可以說我給他三個月 就要先馬出行去給他看 那個醫生 你滑黃 你滑黃 我們來的時候 我們接的時候 他剛好出院 那是那個 床 不是床 對 那個彈黃小孩 就滑在前面 就躺著看著 只有頭會動 對 他是真的是毅力的 他這個頭會動 我們來的時候 叫他小孩 趕快幫我抓我的腳 蒼蠅在那裡 很癢 很癢 我們來的第一天 他就跟我講說 他絕對不願 永遠躺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 很有毅力 這一切 黃亮發都看在眼裡 心中許下一個願 只要恢復健康 就要和職工一起做環保 像我這樣坐著 沒看到 好像坐著 我的嘴巴已經開始 開始變寶特瓶了 沒有 我的嘴巴在講 小孩 小孩子在動 對 我的嘴巴已經開始 對 對 像我這樣 我要怎麼做 我連蹲蹲 都沒辦法 蹲下來怎麼講 對 但是你現在就是 持續撿寶特瓶 現在就繼續在當職工 嘴巴 全部都是娘子君 這樣子 同進同出的仿式 多久的時間了 我在仿式的路上 已經十幾年了 那跟師姐他們就是 一起在仿式的路上 就是會有一個默契 然後跟著自身的在學 那我們在影片當中 看到大家好像都很有默契 都各自知道自己 各自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默契是怎麼樣培養出來的 那是長久以來培養的 然後我們大概就是 每次到一個個案家 回到車上 我們大家會去討論 討論這個個案 需要的是什麼 需要的是哪一方面的 然後不需要的是哪一方面的 然後在這樣子長期 長期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形成一個默契 大家都知道 各自要去做什麼 然後在互補的地方 也會去 我在跟對個案互動的時候 或是什麼東西沒問到 他們也會補一下 就是會用 有這樣子的互動下來 就長期下來 就會形成 我們這樣一個良子菌 當時怎麼樣走進 黃先生的家庭 黃先生他是因為車禍 然後在醫院 他醫院 因為我們有院房的志工 那院房的志工 在評估他回到家的這一塊 還是需要我們 實際來關懷他 所以他就把他轉到社區 他轉到社區之後 我們就過去 過去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看到黃先生 就是躺在地上 就是一個躺荒床這樣子 然後我們當下看到他的時候 真的很不捨 因為有一隻蒼蠅 在他的那個 那個手那邊一直動 他叫他兒子趕快把蒼蠅趕走 因為會癢 但是他就是手沒辦法去動 他那時候的 只有脖子可以動 只有頭會動 黃先生現在七年前跟七年後 你的狀況真的差很多了嗎 跟過去比起來現在好的非常多 那過去您七年前我知道說 當您一開始就脊髓受傷的時候 醫生曾經說 您可能是要終身臥床 但是後來我們可以 自己靠著這個助行器 自己的站立行走 什麼樣的動機 讓您可以做到這樣子呢 如果你一個男人 只靠一個女人 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我能站起來 那不就減少了他的工作量 就不用扶我 也不用幫我翻身 也可以我自己上個廁所 除了吃飯跟洗澡之外 等於是七年前的時候 讓您有這個動機 是因為您不想讓自己的老婆 我這麼地辛苦 對 以前我還沒有跌倒的時候 我也很少在教她工作 我差不多都是凌晨四點 晚上十點才會到家 因為想要養的小孩有六個 一個人承擔真的不是味道 但我跌倒的時候 我覺得因為那時候剛好是七月半 我從板橋回去 就像這麼樣的天氣 毛毛雨 騎了騎了差不多到山路 要一個轉彎 然後突然間 再來一陣冷風 我就不知道了 我醒來我已經在醫院了 醒來在醫院的時候 我一直這樣 動也不能動 只有一個頭這樣子 換來換去 我就想說 這個天花板可能就是我 我視線的視覺 我沒辦法再走動 結果醫生跟我講說 你可能就這麼樣子了 躺下來就好了 但是很累啊 躺下來 那翻身你要老婆翻 你再怎麼溫柔 再怎麼好的老婆 嫌的煩的之後也會罵 那您這七年下來 一路走下來 您的心裡最大的感想呢 心裡最大的感想也就是說 就我每一個月 如果像師姐她們來的時候 因為白天我老婆 有時候有事出去 怎麼樣 我幾乎都是一個人在家 你這樣太無聊了 電視用疊的也疊得出來 所以我就等待師姐她們 差不多時間到了 所以禮拜幾差不多她們來了 她們真的來的時候 我就盡量用我那個開朗的心情 跟她們溝通 聊天 笑 其實我不是剁著她們笑 我是剁著我自己笑 因為每天都悶在家裡 沒有人陪我聊天 電視 電視講話 我問她 她又不怕我 我要出去 我要開門 我又不能開 就只有在自己的客廳那邊 拿那個作型器在那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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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累了 坐下來 又在那邊看著電視 很煩 所以我就想說 把手練習起來 看可不可以 可以了 我可以 我會開門了 會開門了 我就走長一點 到街上這樣繞個一圈 從我這個街到另外一個街 這樣繞一圈這樣 可以了 再隔下個禮拜 我再多繞一圈 可是七年前 第一次看到師姐 走進您的家庭來 因為彼此的宗教信仰 並不一樣 這對您有產生 任何的其他的想法嗎 那時候我 因為我還不知道 慈濟是在做什麼 我還不曉得 我老婆一開門 怎麼歐美獨佛來這邊看我 我的神像明明是掛在上面 一個耶穌 為什麼有歐美獨佛來看我 結果聊了起來的時候 才知道她是來這邊關懷我 關心我的家庭 就這樣子就開始很拖延的 就開始這樣聊上來 看到師姐這樣的幫助 是不是我們自己也曾經想說 要讓自己趕快再好起來 也去當一個志工 我也是這樣 所以我 師姐他們到我家裡的第二年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講 因為那時候應該我 哪處行事應該還走得不遠 我就跟他們講 因為那個學校裡 我家裡沒有多遠 那邊每個第二周的時候 都會有那個 分裂回縮那種的 我就跟師姐他們講說 如果我好起來 麻煩你把我定一下制服 我來去那邊玩 只要我可以蹲下來 我的手可以抓我就可以玩了 他們說好啊好啊 他們現在給我的鼓勵是說 你怎麼還沒有好 我們已經把衣服定好了 有時候我睡覺半夜 睡不著的時候我也會這樣想 其實我已經跟人家講說 我要做志工 我為什麼都好不起來 有時候我也會這樣問我自己 所以黃先生是不是也曾經說 那請師姐去拜師姐的奧彌陀佛 然後您拜您的上帝 對 所以剛才我說過 兩個人的力量會比較強 對不對 我的答案可能就是在他們手裡 他們可能知道我什麼時候會好 但是他們不告訴我而已 我也盡量去接近他們 看他們能不能告訴我 對 像這樣子的話 好 再過兩年我就好起來吧 花大院 他就是很陽光 讓我們去看他的人 也感染到他的快樂 所以像這樣的個案 我們真的就是會 因為看到個案的陽光 我們做起來會非常的高興 因為我們真的被他感染了 我們每次去都被他感染了 每次看到他 我們都真的非常高興 因為一次一次的進步 他現在可以不用拿住行去走一圈 他可以慢慢走 不拿住行去走一圈 這個在他們的中庭 就是我們真的是 想到當初他跟我們講 醫生就是判他終身癱瘓 跟現在比起來 你看他是不是在教育我們 他真的是在教育我們 上人講的 人是有無限的可能 所以他真的就是做到了 其實大家會這樣開玩笑 表示大家的感情 真的像家人一樣 對 好 桂梅師姐 其實不單單在山下關懷 還會定期相約 開車前往桃園市復興區 因為山上有位黃木山 是志工們 已經關懷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們也帶大家一次來看看 來喔 來喔 哎唷 蝴那麼大 我想說我要來拿給他 來 可以喔 把他們拿 四香鴨子 我們今天帶了 人家捷眼的麵 還有米 還有那個黃木山 因為他是植物人 他需要一個氣墊床 只是今天下雨可能要慢一點 開慢一點 下雨啊 車多山路 不好走 帥哥 美女來了 有沒有聽到啊 美女來了 有聽到笑一個 十多年來 白桂梅總是習慣用俏皮的問候 讓躺在床上的黃木山 知道老朋友來看她了 方先生 我們是慈聚的師姐來了 一個白天的 只要聽到笑一個 平常只能仰賴年邁的老母親照顧 光是要幫兒子翻身 換床入 就讓黃媽媽瘦弱的身軀 承受極大壓力 一直萎縮 你看 對啊 一直萎縮 她的腳我放枕頭這樣 你看 都沒有在笑 給她翻身 很累的翻身 腳很硬 這裡要給她墊子吧 不然會痛 她這個也是有壞掉了 怕會掉下來 我就用那個是… 她是病床嗎 對 病床壞掉了 她會掉 你看我又幫她 那個不熟 那天來… 那天來… 妳沒有說 沒看到 我不敢講 很多… 很多… 你們很多幫她 我這麼不敢講 不要說不敢講 有需要我們就會要幫妳 今天還有拿那個氣墊床來 就是怕說萬一又壞掉了 妳就… 因為可以馬上幫妳換 不會像上次這樣子 沒有…找不到… 找不到氣墊床 然後怕她入窗這樣子 妳是湯汁的牛奶 壽人點滴感激在心 黃媽媽能省就省 不想讓白桂梅為她擔心 她包尿片很好笑 然後外面放大尿片 然後… 裡面放小尿片 她就會幫我顧一下 裡面不是放小尿布 裡面放是毛巾 對… 我們要削的尿片的話 我用毛巾放 再來洗 然後毛巾再洗再晒 然後再把毛巾當作小尿片 阿姨 尿布那麼多 妳給她包尿布 沒有… 有啊… 有… 捨不得兒子就算再辛苦 黃媽媽都忍了下來 但七十歲的高齡 又罹患糖尿病 她所看見的世界 越來越模糊 她自己也遇到糖尿病 已經有點… 她心臟病 我說等妳真的不行的時候 再放我 那妳現在就要多幫忙 不能等到她真的不行 對… 我告訴妳 她自己要過 不是啦 就是要幫… 對啦… 偶爾幫她洗澡什麼 她慢慢弄到手都痛 阿姨那個… 上次說那個窗簾 今天我們請師兄來幫妳量 這個好… 她要做一個窗簾 來訪事的時候 發現說 這是搞閃的關係 那… 剛好這個地方應該是 下午的時候 會有陽光灑進來 那有時候她會… 有的老人家會睡中午 那可能陽光太強 會影響到睡眠品質 那早上也是會有 那… 正常來說 都是需要做窗簾 提高她的那個睡眠品質 關心總在細微處 百貴梅盡盼 能分擔黃媽媽的 箭頭重擔 我們在影片當中 看到黃沐山先生 是常年的臥床 她需要有人幫助她 翻身清潔 但是黃媽媽年紀又大了 那師姐 您是不是每次上山都覺得 其實黃媽媽很需要 有人陪她聊聊天呢 媽媽每次去 就會一直跟我們講 比如說我們這個月去 她就會講 這個月來發生了什麼事 小孩子讓她驕傲的事 還有就是黃沐山這樣子 不舒服 然後那天一直講說 我都想說我如果死了之後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已經沒辦法照顧她了 那平常在這一塊 我們真的是很心疼阿嬤 她真的是 自己身體也不好 心臟也不好 又糖尿病 然後眼睛又看 不是看得很清楚 然後感覺到她 心疼她 雖然現在有聚焦照護 之前是完全沒有聚焦 現在雖然有聚焦照護 可以讓阿嬤比較輕鬆 就是在黃沐山的墓液方面 就是比較沒那麼累 但是在翻身部分 還是都是需要阿嬤一個人 我們陪伴黃沐山家庭 其實已經11年了 那過去我們知道 這個黃先生是家庭的 主要的經濟支柱 結果生病之後 在家裡可以說是頓時頓時的依靠 那這時候我們慈濟 可以給她們什麼樣的幫助呢 剛開始他們對我們的要求 是只需要4000塊的尿片 跟那個奶粉錢 那我們再回去新難的時候 也很快就通過 但是在陪伴的過程中 發現是不足的 不足了之後 我們又有增加到3000塊 給她每個月7000塊的生活補助 這樣子 等於11年來 11年下來 我們照顧他們這一家庭 等於讓他們的小孩 可以安心的去上學 對 所以這11年下來 其實大家應該彼此 都像家人一樣 那這些小孩子 有沒有做過什麼 讓你覺得很貼心的舉動 之前那個媽媽身體還好的時候 那小孩子那時候 在台北讀書 假日就回去 因為他爸爸有種了 十幾顆的那個午夜塔 他會回去套袋 然後會跟阿嬤講 一定要送給慈濟的阿姨 然後那時候 那聯繫那幾年 我們真的都很 每次時間到 他就會打電話到靜師堂 跟社工講說 可以來拿五夜塔了 五夜塔採好了 在等你們 然後我們每次就接到電話 接到社工電話 我們就到山上去 因為五夜塔不能放久 就是雖然他留了20盒給我們 但是我們全部把它認購了 認購了這個錢 再拿去給阿嬤 因為我們知道他的需要 那像黃沐山這樣的個案 我們還要請教的是 這個大西家庭服務中心的 聯繫之督導 他們究竟能夠尋求 什麼樣的協助呢 我們家庭中心的社工 在接獲一些通報之後 那我們社工就會進入家庭 去做整體的家庭評估 那針對成人 還有如果家人也有小孩的部分 我們都會去看他們的困難 跟需求是什麼 那第一時間 當然還是以申請政府的一些長期的補助 或是相關的社會福利服務為主 那有時候他們需要的不只是經濟上的協助 有一些可能需要就醫 有一些復健 那孩子可能會有一些生活照顧上面的問題 那甚至是如果孩子 家裡還有老人 他可能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服務 那孩子的部分 其實有一些如果早了的 或更小孩子需要讀工友的部分 我們也需要去幫他們做一些連結資源 先幫助他們的家庭 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先安定好他們的生活 民間團體如果跟政府體系 可以彼此的密切配合 是不是更能補足社會的資源呢 對 政府可能是一個短時間的協助 可是有些孩子的成長是到18歲到成年 那有些老人是需要更長的服務 那像黃先生他們家庭 可能需要是長期的陪伴關懷這樣子 那這些其實我們都很感謝 社區裡面的資源志工 他在這個時候 是可以補助政府的不足這樣子 社區裡面的網絡資源單位 其實我們社工平常 就是會跟他們做一些聯繫 包含一些社區發展協會 村里長 公所或是民間單位 像我們的家福中心醫店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社福團體 那包含像我們慈濟有志工的 這樣一個服務資源的部分 其實我們平常都會去做一些練習 那當安家需要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要去做一些資源的一些合作 互助或是一些妥善分配的部分這樣 那以黃先生這個個案 其實四季陪伴了11年 您覺得代表了什麼意義呢 陪伴是一個歷程 那在陪伴的過程裡面 讓我們這些家庭 除了可能自己的家庭支持系統之外 他會感覺到在社區裡面 是持續有一些人在關心他支持他 對他們來講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力量 讓他們覺得不孤單 今天我們看到慈濟志工 白桂梅15年的仿視路 只要關懷戶有需要 就不會輕易的結案 因為他要長期陪伴個案 到可以重建生活的那天 居心年代需要您我一起來 我們下周見 我們下周見